今天教大家用千元咖啡机做一杯咖啡店同款热拿铁 先在手柄中放入18克咖啡粉 用粉环布平 用压粉锤将咖啡粉压实 放出咖啡机多余的热水预热冲煮头 再用毛巾擦拭干净水盆表面 扣上手柄开始萃取 我们用18克咖啡粉萃取36毫升浓缩咖啡液 萃取完成后我们在奶缸中倒入200毫升冰牛奶 打开蒸汽棒进行加热牛奶 并打发奶泡 牛奶的温度打发到55度左右 奶泡厚度在0.5厘米 然后擦干净蒸汽棒上的奶渍 将打奶缸中的牛奶倒进拉花缸里 使用大的奶缸比较好制作拉花 开始进行制作拉花 融合到4分满 再进行拉花 拿铁咖啡的牛奶味比较重 咖啡味比较淡 非常适合刚开始接触咖啡的朋友们 你学会了吗